53. 東方日報24%內地省和食足一半 2015年7月4日產經B01內地股市預購預預 有股民直言對所謂舊市已死心 內地一項網上調查顯示 雖然胡宗指今年仍累計上漲13.98% 但有近六成人認為今輪牛市已玩完 有八成投資者表示今年投資以錄得虧損或評判 當中有二成四人因為選手超過五成 已經不敢再看賬戶,能再大跌前清倉 保住五成以上盈利的幸運而 只佔受訪者的百分之五 近六成股民認為A股金輪牛市已玩完 終身寫圖片,看死減慢IPO 無用中證監作宣布將雙應減少新股發行加數 但教外界熱切期望全面暫停 IPO 舊市的建議還是有距離 中證監發言人回應企業通過 IPO 無雜資金時資本市場的基本功能 百分之七十八股民今年內虧損或評判優護中止見 三千五百消息一出,不少散戶表示失望 有散戶在微博留言指,指示減少不是暫停 下週戶終止三千五百點見 也有股民氣稱,最近每個白天都是紅市 每個晚上都是牛市 依止每到晚上,就有舊市措施蜂擁而出 令投資者對牛市滿懷希望 然後第二日就繼續看大市高台跳水 內地有部分網友清智回股市為舉國豪島 願賭復書 但網上調查顯示,仍有接近八成五受訪者 希望當局盡快出招穩定市場 在昨日的最新調查中,下條印花稅已成為投資者 期待最新的救市措施,此期指沽空排在第二位 Rab,不在一陣子作為主信 大事章中,下條印花景 導致、上海裏 也許天下條印花